太阳能电池龙头新日光在成功的并购台达电旗下的旺能之后 喊出了明年要拿下出货量营收还有获利的三贯网 而且表示太阳能产业的黄金十年即将要到来 明年产业的年增率渴望会突破两成 随着政府补助缩手来自消费者的自主性需求 带动太阳能产业迈入全新世代 成功吃下台达电旗下旺能的电池以及模组龙头新日光表示 在技术持续成熟价格走向清明态势下 将引领太阳能产业迈入黄金十年 谈月景新日光看法超乐观 期许光四要冲出三个第一 包括出货量营收以及获利都要在同业中称霸 目前订单能见度直达明年第一季 不排除将持续以并购方式拓展版图 传出好消息的不止新日光 收惠日本太阳能市场 预期明年固定收购价格 FIT将下修带动抢装潮出笼 业者评估明年四月调降费率之后 大约还有半年施工宽限期 等于到明年十月之前 国内太阳能相关包括新日光 茂迪玉金还有靠着客户 东芝大丹撑腰的一通 都渴望成为受惠族群 FIT将关于台北报道